大家好,我们来接下来继续看多线层的高级控制 这一小阵呢,我们将介绍到线层的私有数据 那么什么是私有数据呢 在用程序设计的过程中,你有必要提供一种变量 使得多个线层多个函数都可以访问它 那么这个变量呢,看起来像一个全局变量 但是呢,我们要求线层对这个变量的访问相互不受影响 正要说呢,它又不是一个全局变量 大家知道全局变量是切以法而动全身的 但是呢,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数据 多个线层可以访问,但是访问又不受干扰 你比如说AroNumber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关于AroNumber的 我来打开我的操作系统,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创造了两个新线层,然后去等待新线层的运行结束 我们来观察这个新线层 我们看到现场二休眠了一秒 那么它意思就是让现场一先去执行 现场一因为它打开一个1.c 我这个1.c是不存在的 所以呢,它会置几个错误码 但是它休眠了两秒钟 那么在两秒的时间之内呢,又轮到现场二了 现场二去打开一个t.c 它是打开成功的 所以呢,它的错误码应该是0 接下来又返回来,返回到现场一 我把现场一的错误码打印出来了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感觉到 那么本来呢,现场二已经提前就将这个错误码就修改了 对吧 所以现场一在最后一句访问的时候 它应该是个0 那么事实确实不是的 它们两个错误码是互不相连的 我们来编译执行一下 我已经编译过了,我就不执行了 大家看到了 现场一先执行 然后它打开文件之后已经出错了 对吧,设置好了错误码 接着现场二执行 现场二是错误码是0 但是现场一反回来再看错误码的时候还是2 说明这个错误码非常特殊 每个现场它都能访问Iron number 但是Iron number的访问呢 不受现场直接的相互影响 你的是0就是0 我的是2就是2 完全没有相互影响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我用一个图来画出来 它看起来像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边有一个变量叫K 在现场一的时候 K就是等于1 那么到了现场二呢 K就是等于2 它们两个相互没有任何的关系 互不影响 但是名字却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学习到的 现场的私有数据 它看起来名字一样 但是每个现场都访问这个名字的时候 它弄出来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在使用私有数据之前 首先要定义一个 与私有数据有关的键 也就是我们在访问这个1234的时候 需要一个键叫K 我们需要把这个K定义好 最后这样呢 我们才能访问到它的数据 12345对吧 那么这个私有数据 它的类型是P算K-T类型的数据 我们上面这个编量以后 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创造 这个创造函数它有两个参数 P算K create 第一个参数是你创造的键 你创造好的键以后呢 它就放到这个K所指向的内存单元 第二个参数呢 它是一个吸购函数 吸购函数呢 学过面向对象的同学应该知道 这是在这个对象销火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 当这个线程 调用P算的GongExit退出 或者要调用于Tel返回 吸购函数呢 就会被调用 在吸购函数调用的时候 它只有一个参数 这个吸购函数我们看到了 它只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K相关联的 那个数据的地址 也就是你的私有数据 因此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吸购函数 将那个与K关联的数据 去把它销毁掉 这个键在使完之后呢 需要进行销毁 我们使用Pshred KElite 来把这个键呢 给销毁掉 需要注意的是 当这个键销毁了以后 那么与它关联的数据呢 并没有销毁 但是已经不关联了 因为一个键已经没在了 对吧 但是呢 数据还是在的 所以呢 你需要注意了 在销毁这个键之前呢 一定要先把这个数据销毁了 如果是这个数据是净态丰配的 还凑合 如果它是一个动态丰配的 用MyLock 那么你必须先将 这个MyLock申请的地址去free掉 要不然你提前销毁了键 那就产生了个内存的泄漏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键之后呢 创造好了 它如何将数据去关联起来呢 你可以找到 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是pcent sent specific 这个是设置一个键和数据的关联 就我把我的k和后边的数据 234给关联起来了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你要关联的键 第二个是你要关联的数据 这个好比一个键值对 要一个k对应一个数据 当你关联好了以后 我们如何去使用它呢 我们使用一个函数 挺帅的 get specific 它只传了一个参数 就是你所使用的键 当你设置好了以后 我调用这个get函数呢 它就返回一个 你的所有数据的地址 那么你找到了这个地址 也就是找到了这个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 每一个县程都可以调用这个函数 而且传的参数都是一样 是使用的是同一个键 但是它返回的结果 却是不一样的 线程一和线程二 都调用这个函数 传的是相同的键 结果却不一样 那么这就是像一个 andrew number一样 名字一样 却是得到了值 完全不一样 产生了一个全局变量的效果 但是又相互不影响 当然如果你没有数据 与这个键关联的时候 直接去获取 用get specific获取这个键 能够得到的数据呢 肯定是个空的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sad specific.c 就是它的私有数据 在这里边我已经将创造了两个新线程序好了 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这个程序呢 是想让线程一先运行 那么我们来给它设一个私有数据 首先我们需要使用到一个k 那么这个k呢 两个线程都要访问到 所以它是一个全局变量 P-sad k 刚k类型的 这个谈起名字叫k 然后使用之前 需要使用create函数 创造一下 其实跟初始化是一样的 P-sad k create 第一个就是你要创造这个k 它的地址 创造好了就会放到这里边 第二个是你的西购函数 我这里边是暂且不需要 是空 创造好以后 我们最后先把这个销毁给写上去 因为它是一对一对出现的 P-sad p-sad k destroy 好的 接下来我们在线程1里边 给它弄一个数据 在这个打印后面 我们先来一个别料 inter a 等于1 然后将这个a 和我们的k关联起来 p-sad 然后紧接着我们去访问这个私有数据 人家用叫p-sad p-sad kdata 因为它是一个建置对类型的数据 所以我这么写kdata p-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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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k已经和变量a关联起来了 那么将来我们访问到了这个gatsp-sad p-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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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操作线程2 我复制粘贴一下就行了 4分外 然后把它粘到这里 那么线程2我就不需要休眠了 把它去掉 然后它这个变量 然后它这个变量我们的区分把它弄个2 一个变量应它1等于2 然后呢我又关联了一下 把k关联到线程2的变量了 接下来我要访问 线程2的kdata是一个数据 同样使用的是p-sad getspecifick 那我们在这个程序里我们看到了 两个线程都使用的是同一个函数 传的是同一个参数 来访问一个数据 但是这两个数据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虽然是线程1线执行了 它将一个b-a关联到k以后呢 这时候线程2马上又执行了 它也将一个b-a关联到k了 最后分别访问这个k 能得到的数据确实不一样的 我们来编译执行一下 嗯编译有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p-kdestoy 这个哈数有错 我看一下这个哈数原型是什么 它是delete不是destoy 我们来改一下 最后消火的时候使用的delete 前段时间用d-toy使用习惯了 看到消火就想用d-toy 最后再来试试 好的没有错误了 我们来执行一下spacific 看线程1启动了 然后线程2接着启动了 紧接着线程2 关联好数据以后打印出来 它的数据是2 然后线程1又打印它自己的数据 它的数据是1 虽然都掉的是一个p-stoy的getspacific函数 而且传的参数都是一个k 而且这个k是一个全局变量 但是得到的结果确实不一样的 那么线程2得到的数据是2 线程1得到的数据是1 这就是所谓的私有数据 通过同一个变量k 然后采取同一个函数getspacific 实际上我们访问的是 看起来是同一个变量的样子 但是它得到的数据却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跟lNumber一样 名字一样得到的结果确实不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这个程序里面呢 跟k关联的数据呢 它是一个普通的变量 所以呢我没有调用吸购函数 那么这个吸购函数呢 它是在你销毁的时候 把与k关联的数据给弄没了 如果我们用一个动态的内存 mylock去和k关联的话 那么在你使用完之后 应该去把这个数据销毁了 最后才能把这个k给去掉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程序稍微改一改 把那个数据改成一块动态生成的 用mylock去生产一块空间 然后给它复制 最后我们同样是调有同一个函数 p算的getspecifick 将这个数据打印出来 看看到底得到的要不要 那么请注意最后的一个销毁程序 首先你要把这个动态内存的free掉 然后你才简直能把这个k释放掉